大家好 今天是九月二十三 星期一 九月份信下的交易天不多了 因为这个星期四 已经是这个棋子转仓的高峰期 而星期五就是这个棋子结算日 所以变成来说 这几天股市的表现 可能还似乎有一点点的增值 可是整体来说 只是还是抓着高台而不下 就像今天情况就是这样子 恒人指数早段先轻轻地低开 二十一点到一万八千两百三十七点 曾经一度稍微整股而低见一万八千两百二十七点 可是买盘开始一点一点的出现 结果今早的股市曾经一度是上升 一百六十八点到一万八千四百二十六点 当然是创了九月份的新高 好了 结果走势当然还是先低后高 我想应该不容易改变的了 指数是从十一号的低位 一万六千九百六十四点 上升到今早的高位 一万八千四百二十六点 等于说 结果有个波幅已经有一千四百六十二点 当然这个波幅已经不算少 可是问题就是一个月的高低位是很少 同时出现在八个教育天之内 那等于说 既然低位是在十一号出来 那结果的高位一般来说应该是在二十多号才出来的 当然今天也可能已经出现结果的新高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成交方面好像是有一点点的减少了 上个星期是 总的成交经验有一千四百多亿 星期五有一千七百多亿 当然中间有三百多是MSCI的那个活动 可是就算是 不要这一点也有一千四百亿 那也不算少 可是今天的成交经验可能会稍微减少 等于说股市的动力一旦不配合的话 那上升的势头就会受到考验 不要忘记 现在指数已经在一万八千三左右水平 再往上走 第一个目标一定是六月份的高位 一万八千七百二十四点 在另外一个上半的目标 就是一万九天前这个大观 要攻破这两个阻力 我想成交方面最低线都要一千四到一千五百个亿 要是说成交经验只有一千亿也好 一千一百亿也好 我想这个动力是不足够的 再看看移动线方面 虽然说今天的股市稍微有一点点的高台的整顾 可是股市指数还是稳守在一万八千点以上 主要这个情况不变的话 等于说指数还是能够稳守在所有平均移动线之上 直到目前为止 移动线方面最高就是一百天前 大概在一万七千八八九十点 也可以跟大家说 只要指数能够稳守在一万八千点以上 就可以稳守在所有平均移动线之上 再过一个星期 可能十天前也会一步一步挑战 像五十、像二十天前 等于说整个股市移动线方面的表现 正在一步一步的改善 当然虽然说股市是有进一步往下看的条件 可是最终还是要看成交方面能不能够配合 还要说一点 要是现在才冒进去做一些短线炒麦的 一定要做风险管理 当然一万八千年代官 可以把它动作一个止损的位置 可是最重要还是一百天前 因为一旦指数跌全一百天前 等于说整个股市又在出现一个反复不明的情况 那就不太理想 现在要冒进去 不管你往上看多少 最重要还是一定要做好风险管理 当然早前买了一点点的低价货 现在也可以稍微轻轻地先回吐 三分之一也好 一半也好 毕竟赚钱就是最开心的了 好了 今天下午分析就说到这里 大家记得给like留言订阅 按下钟仔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如果想鼓励我们的话 欢迎可以按下Superfans 给多些支持我们 多谢 感谢大家 冷戏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